就给人二百块钱 所以这个家必须得女的管钱 说听见了吗 听 刚才这大姐说的这个 有钱就烧包 来 先生 快来 站起来 怎么可能啊 您贵姓 您贵姓 免贵姓张 免贵姓张 谢谢 张先生 我们不但不烧包 我们会有条有理的理财的 您听听 我们男人是什么 我们顶天立立呀 我们有责任感 我们肩膀上承担着家庭责任感 和国家责任感 至于理财 那就更不在话下 你们女人呢 往往是 剪个芝麻 丢个西瓜 那心 比真别都小 你怎么能理财呢 我觉得呀 你们还是 应该是啊 洗衣做饭 刷锅洗碗 相扶教子 伺候丈夫 这是你们最大的责任 做一个掀起良母 对不对呀 男同胖们 我们女人是做什么的吗 你们想在外面成家利益 干大事业 后面没我们帮你收拾东西 收拾这收拾那的 还想理财你们 理什么呀 对不对 理发去吧 我来说两句 我同意 这张老师的意见 反对他们的观点 反对他们 今天 今天您太太来了吗 我太太 没来 那您就敞开了 说吧 可以随便说 好吧 我坚决反对 这个家长女同志当 一个女的 这八年呀 这男的追他 最后你不同意 你就别同意 结了婚了 结了婚 从那开始都没男的 好事都过呀 这钱卡的呀 一分都不给男的兜里搁呀 外的社交啊 什么活动都没有啊 让这男的一点都没面子 男的活成那样 真是太没尊严了 是不是 我说这个辣员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 坚决不能让女人当家 我想问一下啊 这个 你跟你老公在一起的时候 你愿意给他留多少钱 我觉得男人在外 给他们是要留尊严的 多少钱呢 基本上一千块钱左右吧 一千块钱能买到什么尊严的呢 老公确实挺物美加脸的 我说这个 应该是男的住家 女的不行 哦 对 哦